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个浓烟直窜的画面 这其实是发生在22号就有一艘载运油料的俄罗斯船只 遭到乌克兰给攻击沉没了 所以现在目前还有两个人是下落不明的情况 另外乌军也公布了一个画面 就说他们用这个急速弹来狂轰俄军的浮桥渡口 那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来 现在目前库斯克的战况的确是在升级当中 那这个桥呢是位在塞伊姆河上面的一个浮桥渡口 等于说他们俄罗斯临时搭的浮桥 他们又去把它给炸掉了 所以现在的确这个你来我往 那俄罗斯这个乌克兰也首次承认 他们是用这个美制的武器去攻打俄罗斯的境内 那包含了像是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系统 这一次也是攻打库斯克地区后勤行动的一个部分 那这也是基辅当局首次正式声明中承认 就是有运用美国制的武器来打俄罗斯 那我们看到连欧盟也表达赞成 他说依据国际法应该是要取消基辅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 所以好像现在美国也好或是欧洲也好 开始都觉得说放开那条线 原本说不可以打到俄罗斯也不可以用美制武器 但是现在这些限制是一一的松开来 那另外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 就说有一些乌克兰的新兵其实是拒绝开火的 这是来自于美联社他讲法 他说乌军的指挥官说 有一些新兵他们是拒绝向敌军开枪的 因为也不太会拆装武器 太多年轻人被逼着就这样上战场了 所以连一些基本的一些协同战斗动作 其实都有困难 甚至还有一些新兵就直接离开了岗位 完全放弃作战 那这会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吗 因为接下来乌克兰的独立日就已经 倒数计时快要到了 接下来这几天 就是在独立日之前这几天 可能会有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或飞弹攻击 他们说这个几率会增加非常多 那中国众务大使馆就提醒了 空袭在内的这种安全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呼吁中国大陆的一些民众 不要前往乌克兰 因为这可能战争正要升级 就在这一个独立日之前就是最危险的一个时间点 那泽伦斯基他现在去视察了苏米州 我们看到普京就有提到 他就提到就指控泽伦斯基 就说试图攻击一座位于库斯克境内 然后跟这个爆发战事的这种俄罗斯的边境 其实大概只有相距50公里的核电厂 所以他就说你怎么会意图来攻击我们的核电厂呢 当初我们去攻击你们的时候 其实都还避开这个核电设施 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直接去攻核电厂 恐怕又要再触动到俄罗斯的一个敏感神经 就是你现在开始做一些更危险的攻击跟反击 那CNN他们现在进入到一些乌克兰 他们掌握到的一些区域 那也是惹怒到了俄罗斯 那他们说这是库斯克这些领土 不可以是CNN记者进来的地方 那我们看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他们讲 这些记者已经在乌军控制的库斯克州这边 拍下了一些新闻画面 他们马上会被列入到国际的通气名单 就是说哪怕乌军已经去到这些地方 但是他们认为你CNN记者还是不应当来到 这属于他们认定的俄罗斯的领土之内 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就李强他也是跟白俄的卢卡申科见面 因为现在目前白俄罗斯也是遭到了西方国家制裁 那他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有签署一些自贸协定 比方说像是服务业或是投资 能够根据这个自贸协定来更加的往来上面更加便利 那他们说未来的五年之内对华出口将会上升15% 也希望能够吸引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资金来投资 至少上升30% 那李强讲了他说中方其实也跟白方 愿意是这样子来携手合作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的共识 那来增加一些战略的对接 那现在目前呢白俄罗斯也是回应 就是说感谢中方对于白俄的经济的一些发展上面的帮助 比方说像是经贸啊农业啊科技这些领域 都有很显著而直接的一些合作的提升 那李强也跟这个白俄的总理啊哥洛夫勤科来进行会谈 他们说其实现在这个贸易额已经是30多年前的140倍 那2023年甚至已经达到了550亿元 所以现在白俄罗斯虽然也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可能也是配合俄罗斯要提升这个战备的一环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希望说 在他们的这个自贸协定上面能够跟中方有更深的绑定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美国现在的确是已经放开了乌克兰的种种限制 让他们放手一搏了吗 我觉得指标还有两个啦 一个就是那个ATACMS啊 就是陆军战术导弹 可不可以打库斯克 目前是只准他打克里米亚 那第二个就是F-16 F-16可不可以加入战争 因为俄罗斯之前有提出警告嘛 说提供F-16的就是丹麦跟荷兰喔 普京不是又讲一段话吗 说欧洲某些人口稠密的小国女就给我注意了 所以事实上这一次那个坦克是英国提供的 那比如说德国也有提供暴宜坦克 那结果俄罗斯就警告德国 因为库斯克是二战的时候 苏联跟纳粹的坦克大会战的战场 那勾起了他的历史回忆 所以他就警告德国说 我如果发现库斯克有暴宜坦克 我就直接打柏林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一场战 有一些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俄罗斯要会怎么回击 第一个就是 他把库斯克这个战争定位为恐怖袭击 不是俄罗斯战争 他把他定位为恐怖袭击 然后你去看普京最近不是去 那个北奥塞提亚 还有车城吗 然后在北奥塞提亚 他不是去那个被施烂那个学校 普京是跪下来 无体投地啊 就是悼念那些罹难者 实际上当年普京做这个动作 结果就决定报仇到底 结果那个车城 就是杀害他们的那些恐怖分子 就是被追杀到最后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意味着 他会把 他又说库斯克就好比 库斯兰的 那个被施烂的那个恐怖袭击啊 所以我认为普京 恐怕回击的力道会蛮重的啦 就是他就觉得你就是恐袭 然后打到俄罗斯境内 所以为什么才会传出 就是明天嘛 8月24号 乌克兰独立日 很可能乌克兰的重要的城市 都会被攻击 那目前当然大家 瞩目的是基辅嘛 还有奥德萨 这个美国已经提出警告了 那接下来当然也包括 因为俄罗斯的 那个炮兵啊 火炮部队已经集合了 那因为 因为那个 我们说那个苏甲那个地方啊 就是乌克兰现在占据的那个 1100多平方公里那个地方 那是丘陵地啊 你用空军去炸 那比较容易躲啦 所以 他火爆部队到了之后 可能就会开始烂炸 所以 而且他也搬了 FAB1500公斤的炸弹过来了 所以我认为反击即将开始 而且他 他目前都是打他的补给线啊 就是从 乌克兰苏梅到苏甲这段路 那苏梅也被烂炸 我认为啦 就是 俄罗斯这次的反击 他会仅止于把乌克兰的军队赶走吗 还是会继续往前打 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顿内斯克尔那边的东部战线 目前俄罗斯大概已经 也快要把红军村 给围起来了 那红军村如果真的也沦陷 那我觉得未来 乌克兰就不太妙了 等于是 俄罗斯从北方打下来 然后又从东边打过去 那乌克兰怎么办 那这个可能还会联动到 拜登政府啊 还有贺锦丽的选情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到九月中会比较明朗啊 可是目前你看到 乌克兰在炸桥梁啊 就表示他已经改成防御作战 不然照理讲他应该一直打出去才对啊 所以 你这个突袭变成防御的时候 那接下来就是打消耗战 那这个地方 乌克兰消耗战能够撑多久 其实真的是不疑问 好 来请教赖老师 这次我们看整个局势 有在外溢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中国大陆跟美国 彼此之间的政治军事的情报 并没有相互分享 所以是美国在做政治情势 跟军事情势的判断 大陆也是在做 可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 都感受到这段时间 也许明天到后天 在乌克兰的情况 情势可能会比较危险 所以都已经在呼吁说 本国的公民 不要到乌克兰去 在乌克兰的公民 如果能够走就走 如果真的不能走 就要寻求紧急避难 那也就是说 一定要到这个防空洞 等等的地下室 可以避难的地方 要寻找这个避难的方式 那这个都已经发出 不约而同的两大国 都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这代表什么 而且不要忘了 李强刚到俄罗斯去访问 那我们必须这样推论 就是李强也应该有跟普丁 或者跟相关的人有谈到 有关于乌克兰的情势 那么到白俄罗斯 也可能嗅到这个 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会在这段时间跟美国刚好 几乎是同时就发布 我觉得这代表乌克兰的局势 确实是比较紧张了 那普丁前段时间去高加索 其实是想先稳住高加索这个地区 免得美国在亚美尼亚 亚塞拜然这个地方去挑起 他们之间的矛盾 然后把这个矛盾 那么烧向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就另外开启一个上端 所以他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是有稳住这个地区的功能跟作用 而且也把车程 因为这个都是跟车程他们都连在一起 全部都在高加索这个地区 那当然他的这一下跪 我们看到今天俄罗斯的驻美的大使 他就已经有讲了 他讲得很明白说普丁已经下定决心了 对于所有入侵俄罗斯的这一些相关的人员 这也包括了泽连斯基陆军司令 还有他们的所有的指挥官 以及外籍的佣兵等 我相信俄国现在的情报单位 开始在收集这些外籍佣兵 他们本身的这些资料跟身份的识别 因为他谈到了说 所有的相关人员都会受到严惩 这个严惩的意思也就是终身追杀到底 我想这个态势已经摆得很明白 那也就是目前的局势已经开始推 那大家在问的是 那明天后天如果开始反攻 或者是开始会怎么打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原本双方所谓的双方是 俄乌跟俄国跟北约有个默契 战场在乌东这个地区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 乌克兰已经打入二进了 而且欧洲北约的武器 也可以使用在俄罗斯的境内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 那这样子情况下就没有框架了 没有框架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那当然明天对于重要的战略城市的轰炸 攻击 那这个可能就在所难免的 对于欧美的放在乌克兰的 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 还有他的武器的弹药的堆放地 那么进行更猛烈的攻击 造成更多的外籍人士 也就是外籍佣兵的死亡 这也可能就在他们的框架内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势是摆得 是已经很明确了 最后一个我觉得要谈到的 就是李强到白俄罗斯去 我觉得他有几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到白俄罗斯的投资 事实上是增加很多了 那他必须要确保他的投资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的投资要得到保障 确保这个一带一路 因为一带一路在欧洲线这个部分里面 是从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进入欧洲的 他要确保这条线必须要能够畅通安全 那么也就是说不要被中断 我想他这次去白俄罗斯除了加强化 跟白俄罗斯双边的贸易再往上提升 然后强化彼此之间的投资以外 也要保障中国的投资的利益 那么不能够受到损害 那么也要确保这个一带一路的连线不受到伤害 我想这个是目前李强在白俄罗斯他去的话 他有他的功能 好 来问一下将军 这一次乌克兰他跨境作战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过去 我认为他有点感觉到最后一搏的感觉 因为他现在这算是占了1200平方公里的 这些俄罗斯的这些方面的领土 但是他能够要能够确保 我认为难度是相当高的 因为他在平地跟丘陵地带这方面的沿体是相对有限的 因为这个空旷开矿的地区 要能够确保战力是有它的相当的困难度 现在如果是俄罗斯大量使用的 就是急速炸弹就是子母弹 以及它的油气弹就是云母弹 在这个状况之下会造成乌克兰跨境作战的军队非常大的损失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在切断对方的补击线 乌克兰对俄罗斯他把他的这些重要的连外的桥梁 把他炸断炸断 同样的俄罗斯也对乌克兰跨境作战的后方的补击线也给他做切断 那大家谁能够保持补击线的畅通 也能够迅速恢复补击线的这方面被对方所造成的这种破坏 我认为这是个关键 因为这个跟后续战力的发挥 跟后续的这些武器前运 这一方面是有相关关键的影响有影响力 那我认为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他要决定有两个关键是决定的 乌克兰后续的战力 第一个 这个乌克兰所获得的F-16战机 他的火力资源的多寡 他能够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对当面的俄罗斯的这些 上来的这些作战的部队 能够造成他密接资源作战 在这一方面对俄罗斯的这些军队 或者是他的弹药库后勤的设施 造成重大的破坏的话 那这样子对乌克兰在前线 库尔斯库作战的这方面 战力的这种耗损 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但是我认为毕竟F-16的这方面 所能够发挥的火力是有限的 第二关键我认为 是补极线畅通的确保 因为双方都在切对方的补极线 到目前来看的话 俄方恢复补极线的这方面的能力 是相对比较有利 因为毕竟在俄进 在俄进他自己在当家 在这一方面他有地利之变 所以恢复补极线俄罗斯会比较快 但是乌克兰在这方面 因为他是强弩之末 想要恢复他的补极线畅通 乌克兰是有困难的 所以这个唱打下去的话 乌克兰虽然做最后的奋力一搏 但是我认为他所能够 得到的战略的效果是有限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美国是不是在拱火 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矛盾 看到了共同社 他就想说 日本政府相关的人事消息报导称 中国大陆他们有一名男子 已经被中国检方以间谍罪起诉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 现在打算继续跟中方交涉 然后寻求早日释放 因为他们就怀疑说 这个日器的日药器的员工 他其实在北京这边 就被怀疑说是不是间谍 所以现在已经被抓起来 被捕了一年半 现在只能这种双方沟通 就是在挑起双方的一个矛盾 那再来就是 大家关注到说 在NHK里面有一个 这个中国 就是等于说中方 中国籍的一个播音员 他在NHK脱稿讲说 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 那当然对于日本来说 他们不接受这一番话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一点毛病都没有 可是问题是 NHK没有办法容得下这一句话 他甚至还用英文喊说 勿望南京大屠杀 勿望未安抚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也是被电视台 后来后续可能有一些惩戒 那再来 与美国合作开发无人舰艇 现在日本也打算在东海 来部署幽灵舰队 来对抗中国大陆 美国之音就讲说 随着日本2024年 他们现在目前的研发预算 已经超过了1.6亿美元 那现在海上船舰的研发重点 是要转向 能够利用潜舰导航技术 侦测威胁还有搜集情报的战斗支援型USB 这样的一个战略举措是说 因为你们中国大陆常常会来到 这个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台 所以他们就讲说 我们现在要开始积极部署 这个幽灵舰队来跟你做一些对抗 所以日本也一直以为 就是这个钓鱼台是他们的 当然中国大陆当然是不接受这件事情 因为没这种事 那再来我们看看太平洋这边的这个 太平洋之龙军演 那这个其实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他们20号的时候就讲说 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太平洋之龙24 多国连演已经顺利落幕了 包含了像是美国、日本、澳洲、韩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 这些地方就是这些国家 七国的潜艇、舰艇来进行一些合作 而且模拟了一些弹道飞弹啊 这些相关的一些执行侦测追踪啊 还有拦截哦 他们现在说这个演习已经圆满的落幕了 那感觉上面这种种的动作 就是好像要挑起现在 这个你是第一岛链嘛 要去跟中国大陆做一些对抗 就是美国一直在拱火 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他们每选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 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轴哦 那现在民主党大团结 连这个比奥西也准备要来挺这个贺锦丽啦 她说接下来可能会登台助阵哦 来替贺锦丽拉一拉人气 那现在目前贺锦丽的民调哦 也是领先了川普 根据呢就是这些 现在目前的民调 还有一些可靠性的一些加权哦 贺锦丽在全美平均 大概领先川普3.3个百分点 大概支持率是47% 那川普的支持率目前只有43% 所以现在有可能这个新闻周刊讲 有可能会看到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快要出现了 那贺锦丽跟民主党现在目前的策略哦 就是不要这个被迫对川普的每一次挑衅动作做反应 也就是说好像淡化川普的种种出招啦 就是现在他们的一个就是好像棉花般的战略 哎你出招我就跟你打太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 那特别是强调说川普的种族主义这些言论哦 呃他说与其集中精力去跟他在那边对抗哦 不如呢就是跟选民多加的共通 跟选民有共鸣 那甚至呢反过来塑造说川普只是一个卑鄙的骗子哦 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亿万富翁朋友们 那再来川普现在是不是要赶快用一些更激进的言论 他有讲说啊如果呢这个贺锦丽当选的话 这个世界要着火啦 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边缘 就是拜登跟贺锦丽哦 现在是把美国推向了世界大战的边缘 只有他获胜之后呢 才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 而且还强化这个美国的军事力量 来打造21世纪的武器库啊 所以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矛盾哦 就是又要和平又要打造武器库 而且呢现在还有人说要威胁 还要有这种暗杀行动哦 那川普就讲说他能够理解 他说因为呢 呃如果是我当选的话 对坏人来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讲的他是正义的一方哦 那现在目前扬言说要这个刺杀川普的人 现在已经遭到了通弃了 那另外看一下小罗伯特 现在共和党哦 也是要展开一个团结的这种事实啊 就是说他要退选哦 可能也会影响到说 接下来的这个票数的集中 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川普 更加深是往上一点 跟这个贺锦丽的距离哦 就是可以再更加拉近一些 让他现在目前逆风的状况 稍微再扭转一下 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呢 我觉得贺锦丽 民主党全台会应该叫利多出境 哦利多 那接下来通通都是利空 哦 大概除了泰勒斯站台之外 那其他都是利空 比如说他的经济政策 他的经济政策才刚公布一点点 四年补贴1.7兆 然后价格管制 这个争议都很大 他并没有像拜登那种什么 晶片与科学法案 你要不要继续啊 不知道 那缩减通货膨胀法案 你要不要继续啊 不知道 所以他事实上就是 因为跟拜登连在一起 所以他不能承认 现在有通货膨胀 所以你看他的竞选口号叫 降低生活成本 降低生活成本不就是降低通膨吗 他就不能承认 可是你要降息 降息接下来通膨能够减少吗 那未来两个月就见真章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9月10号要辩论 那他就祈祷 祈祷9月10号 乌克兰不要陷入一个败退的状况 不然川普一定狠狠修理你 因为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战争 就是拜登的战争嘛 这个就是你自己惹到今天的嘛 不然中间有好几个机会 是可以和谈的嘛 就你自己造成的嘛 就你现在受不了尾 所以我认为还有那个 内坦雅胡那个强硬的样子 9月中大学就恢复上课了 所以这个对贺锦丽也是麻烦事 所以我简单讲叫做 经济跟两场战争 都是他的变数 而且我认为他的 他的利多最高就是全贷会 之后基本上很难了 那川普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认为他有一点慌 然后口不责言到 让人家越来越讨厌 比如说昨天 他竟然用人工智能 假造出一群泰勒斯的粉丝 说他们支持川普 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因为泰勒斯怎么可能支持川普 结果川普竟然把那个假造的照片 贴在自己的这个true social 说我知道 怎么有人无耻到这样呢 然后他今天又贴了一个 说他跟OJ Simpson在踢球啊 然后OJ Simpson说 川普是他见过最优秀的球员 然后还很感谢川普 跟他一起玩球 因为他是黑人 川普自己写的啊 我觉得他已经有点疯了 我觉得候选人会写这种 大概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觉得他对贺锦丽 我觉得如果是纯粹就两个人 之间的对答 那贺锦丽比他要沉着了 贺锦丽其实 这个选战倒得不错 那贺锦丽的问题是会卡住拜登 就是脱口膨胀也是你没有解决的 两场战争也是拜登没有解决的 那他会受到连累 可是如果论候选人对候选人 那川普是表现得越来越糟糕 好来请教赖老师 在大陆他们起诉或是逮捕的 外国的间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愿案 所以一般来说他们被大陆所逮捕的 这些人基本上都冤枉不了 他们也逃不了 你看美国在上海搞那个事件 还有在香港搞的事件 很多都被抓了 你看现在拜登跟布林肯 他们讲话都温柔 坑都不敢坑一声 我想日本这个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通常都是证据都非常的明确 一般来讲间谍 你要不就是让他关完 然后释放回去 要不就是交换 一般来讲都是这样 其他的办法都没有 但是有关于NHK的大陆籍的员工 目前来讲 NHK他是谴责 然后他已经被file掉 21号被file掉 但是在野党的右翼的 极右翼的这些军国主义者 他们要求要对他 不能够这样子轻松的就放了他一码 所以要求要用形式来起诉 现在NHK在思考要不要对他提出形式的诉讼 但是问题就在于怎么形式诉讼 然后他说要提出那个损害赔偿 那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 计算损害赔偿等等的 我想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很明确的我们看到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对于 这个有关于金国神社的事情 因为他们他这一次为什么会对于 这个事件会有反应 就是金国神社 他原本是日文的嘛 然后他要变成 翻译成为中文的报道 而这位中国大陆籍的 他是要用中文来讲这个新闻 你要他怎么去讲金国神社 就是他讲不出来嘛 他当然知道金国神社 供奉的是战犯嘛 是屠杀中国人的战犯 而且也屠杀我们台湾 几十万人的战犯 这些人是本来就应该是 要被谴责的 那他要他怎么讲 他当然要告诉你 钓鱼岛不是你日本的 而且当然要告诉你 南京有大屠杀 为什么会有这个战犯 就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嘛 有蔚安妇嘛 有731的部队嘛 不过讲到731部队 美国其实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美国有责任要对于这些人 要起诉的 然后到今天为止 不肯跟医生 然后只为了图那些研究的资料 然后就放了他们一马 这简直是可恶之急 我觉得贺锦丽的选举 贺锦丽的选举 事实上所有的媒体 现在都在问 而川普我觉得 他打的问题是对的 他问说你的证件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贺锦丽还在回避他的证件 我个人认为两个多月以后 还有两个多月 贺锦丽回避不了他要提出证件 他目前为止都在回避 9月10号就要变 对 还能够回避多久 所以我觉得贺锦丽刚开始 当她开始推证件的时候 可能就是开始那么有争议了 有批评 有攻击的时候 可能她的神话可能就开始往下掉 就不能再打哈哈了 就不能再笑了 好 将军 这个主权的问题一向是 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 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尤其是钓鱼台 钓鱼台 有时候一扶上台面 这主权争端 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一高涨之后 民族情绪就来了 民族情绪就来了 中国大陆跟日本 这双方就搞不定了 那不管是外交的关系 或经济的关系 甚至双方的这种旅游 观光的关系 都会造成一些非常敏感的变动 所以她认为 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是一个会持续被操作的 一个话题之一 因为我们来看川普 那川普我认为 川普现在打一个救急牌 我认为是稍微早了 因为川普他应该 不要那么早打 那么早打这个边境效益下 就会消退了 我认为川普在这个时候 他应该先打经济牌 因为经济牌 是贺锦丽的短板 要针对弱点 针对短板来打才对 不要那么早就来打这个战争牌 战争牌 俄乌战争 跟以色列的 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还在持续当中 到后面打 反而造成他选举的效益 会比较大 那现在这个川普极乐打 我看不出来他这个有什么好处 他现在打经济牌 因为现在美国 应该来看 美国现在是高利率 一高利率就低投资 低投资的话 造成美国这一方面的 加户所得 或者是加户所得 会受到影响 那美国的月光族 美国的躺平族 也就会变多 那这样子的话 打经济牌是很好操纵的 那这个是川普为什么 在这一方面不发挥呢 我认为现在把这个战线拉长先打清 第二个 美国的国债 现在已经突破35兆美元 就是35万亿的美元 这是非常严重的 那这样的话 这种包袱都会在 这一代跟下一代 都要去面对这个国债 那么巨额的国债 要怎么样去处理 要怎么去面对 而且他的国债的累积的速度 在这个 John Biden这四年当中 一直快速增加 那失控 那可能 他可以讲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但是失控的速度太快了 那第三个 我认为打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最好打 因为现在 美国的贫富差距 达到180倍 就是最穷的 跟最有钱的人 最有钱的人 他的平均的手得 是最穷的 这20%的 180倍 相当严重 这个贫富差距 那么严重 50%的人 就是低所得50%的 全部百分之 只占美国 2%的财产 还有所得 你这样的话 穷的人太多了 那穷的人选票就来了嘛 所以我认为 川普应该先打经济牌 再打战争牌 再打战争牌的话 反而容易失去了重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 现在黑神话悟空已经掀起了现象级的狂潮 已经连续三天在Steam上面的线上人数都突破了200万人 而且每天都在新增更高的一个记录 从220万 235万到昨天是241万 同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游玩人数 而且还没完 人家讲说这个周末是它发行以来 因为它是星期二发售的嘛 还没有遇到周末假期 有望人数再创新高 而且它现在目前已经在18个语言区 就Steam它有这个18个语言区 已经有超过这个90%都是好评 特别是在像是这个意大利语啊 泰语 西班牙语 简体中文不意外嘛 那好评区甚至达到了97%的这样的一个平等 那到底人家讲说黑神话悟空 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西游记 它是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已经成佛之后 他想要放弃佛位回到花果山要退休 但是天庭派出了二郎神阻挡他的退休之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精彩内容 这其实就是第一关的内容 这被我们稍微剧透了一下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被这个二郎神打成了六根 然后这个任务就是要把六根恢复起来 让这个悟空复活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展开来 所以算是一个延伸的故事 那我们来看看 那其实这一次让大家看到了 出圈的是悟空 出海的是中国文化 那特别里面还把我们很熟悉的往生咒 做成了他们的主题曲 让外国的网友听到觉得说 哇太讶异了 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个原始的 这个往生咒在这个游戏里面出现的画面 所以就把这样中国风的这样的歌词 甚至是乐器在融合西方的这种旋律 人家讲说 哇这个听完之后就感觉 整个是让人灵魂出鞘的一个BGM 那甚至连外国的网友听到 都是非常惊叹 有非常多在网路上面的分享 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大萤幕上面看到了 就是上百位的这些外国网友 看到我们刚刚看的同一段影片 然后一到那个主要 这个南魔阿咪那个情况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哇一片这个画面上 都是大家很赞叹 就觉得怎么可以把这个中国的文化 融上这个西方的这种音乐旋律 这么的洗脑 这么的让人家觉得感觉震撼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创歌词 都是这一个黑神话悟空的制作人 冯继亲自去填词的 那他就是填词之后呢 把一些中国文化通通写到这个 等于说游戏主题曲当中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西游记呢 他其实专访的时候也有提到 我们来听听 就为什么会选西游记是吧 那我们做西游题材不是在考虑 它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 它是不是过时的 而是首先想我们自己 想到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激动的感觉 比如说我觉得中国的神话 或者这种东方的 但是仍然带有魔幻色彩的 这些内容 我们觉得以前的还不够 它好像还没有达到 我心目中要达到的那种境界 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再好一点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大陆网友在讲说 我们要打造自己的中国漫威世界 黑神话山海经 黑神话水浒传 甚至黑神话三国 那韩国网友这时候还要出来蹭 就说这是我们韩国文化 结果被谁怼 被日本网友怼 就说关你们什么事情 那难道这个什么祖籍 吴承恩祖籍是韩国这种话都讲得出口吗 他说我相信中国这个西游记是中国的 那所以反而就是还有一番这个论战 另外呢就连这个大陆的一些游戏产业 全部通通都跳出来说 这是整个花果山的希望 等于是已经带动了大陆的游戏产业 跨上了3A的领域 那这当然这背后还有这个腾讯 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科学 也有一些持股跟一些助力 那我们看到这次还有一些动画上面 技术的展现 就像我们看到很多悟空或角色 他们是有这样动补演员 去捕捉他们的神情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样栩栩如生的 甚至连里面大家很难的一个boss 叫做虎先锋 结果说原型是猫咪 然后很多网友在讲说 原来是猫咪 那我感觉不怕他了 就是把我打到败北的 就是这几只小猫 甚至还有主播坚持27个小时的直播 收入了85万人民币 所以已经有一个黑神话悟空的经济学 周边也是这样子 昨天这个人偶礼盒一上线 一分钟卖光光 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这个黑神话悟空的现象 不是人偶啦 公仔啦 那个台湾没有人买到 台湾有 我有一些游戏的玩家 他专门收集公仔 他第一时间下单就买不到 秒杀 秒杀 我们的网路连过去掉 而且那个价格还不低 那这个我们要向中华电信抗议 说你的网路不够快 不是啦 因为大陆就这么多人在买 他好像只做1万多套 但是限量 新疆是典藏版 他以后可能会再做 可是价值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那一大盒要1998不便宜 人民币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还在震撼 第一个产品就做到这个等级 因为他 我是已经看了非常多的影片 现在也赶快希望有人写出攻略 有B站已经开始有了 因为他是故意没有附地图 所以有一些小白会迷路你知道吧 可是我是觉得因为很多人在玩 就会提供经验 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他一定会鼓励了非常多人来投入 你去想一想这个 我说逢记啦 游记科学 成本才4亿人民币 那第一天首发就赚了15亿人民币 那当然你要给那个什么 Steam PS要有佣金 可是基本上已经完全回本了 那我还没有去算他的公仔的收入 周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鼓励很多人投入 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题材 就会开始出现 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事实上他们就讲说这是一个蓝海产业 因为单机版的 而且是3A级别的 那这个中国大陆真的是第一个 跨上了3A 那他可以跨上电影 可以跨上音乐产业 那还可以跨上我们讲的 衍生出来的各种商品 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 我觉得这产业非常的大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连那个 连央视都帮他宣传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 新的产业的开头 那未来 这个当然了 这个以中国的市场的规模 他市场一定可以 未来搞不好他有自己的平台 你就不一定要到Steam去上架 那个叫国际版 那国内版可能自己就可以先弄一个 所以我是觉得 大概大家是从这里在兴奋 说 这个有志者是进城 而且一开始的品质就 拉到这个级别 让各界都完全 几乎大部分都是肯定的这样 所以人家讲说大陆的游戏 可能要在这个3A领域 开始下脚子了 我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 它就是一个里程碑了 因为也就是说3A一旦跨入了 跨入这么的成功 那它就会激起更多的 这些独角兽的公司 还有更多的这些专家 或者这些人就涌进来了 我觉得这个大陆他们要做 他们就要做到最好 讲到这点我就感受到一点 我讲一点政治 以前我们在台湾 我想是从蒋介石一直到 蒋经国时代我们在台湾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中国人 其实那时候广大的台湾人 也都认为是中国人 一旦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就 我们做任何东西 我们就要做到最好 要做到最强 要做到最大 因为中国几千年来 都是世界第一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 要到国外留学就要读到最好 然后我们要做梁椅就要做到最好 我们要做塑教就要做到最好 而且要做都要做到全世界最好 其实当时台湾的企业家 或是学者 或是所有的各行各业都觉得说 我能够我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那其实那是因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世界第一 所以有这个想法 可是开始你去中国化 本土化以后 台湾就变得小小的 小小的就开始讲小确信了 就好像小日本一样 就开始讲小确信 这样苟安苟且 反正我们小嘛 那那么小 然后就没有企图心了 我觉得这个想想 你看为什么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都以前发展了 好多老一代的 因为他就是中国人 那当他失去了中国人 就是说我不想是成为中国人 我成为台湾人的时候 他就变得小小的 因为就是三万多平方公里的 一个地方 两千多万人那么小 然后就自己就开始做小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 其实我们应该要恢复 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身份 就是你看大陆现在的企业 他华为或是任何电动车 他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他就开始涉入了 他成功了 他就要做到最好 现在三安也是 他要做他就要做到最好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 因为未来就开始会有一直有资金 有技术有人才涌进来了 那他们就要做就是做到最强 那不要忘了这个游戏就是黑神话悟空 他不只是游戏 其实你不觉得他里面有哲学在里面 有中国人的哲学在里面 有他的价值观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好看 他除了故事好看好玩 而且漂亮而且美丽 而且不要忘了 他还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 所以他事实上是我们讲的中华文化的元素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态度 有一些价值观 有一些想法在里面 所以玩家他可以从中感受到 他跟他是互动的 您刚刚讲到的那个歌曲 就凡英的这个歌曲 你不觉得他有摇滚的 而且那个摇滚就是 你会自动跟他的旋律走 所以当他在中间闪电的时候 他其实那个旋律都还在 而且是接得刚刚好 这代表什么 每个细节都考虑到都做到了 那当然有世界的共鸣的声音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声音 共同的元素 当然就会受到欢迎了 对 所以让这个中国文化出海了 我们来问一下 将军怎么看 所以和神话悟空 这个游戏能够开发成功 我认为会觉得 他有个重要的元素是神话 因为神话总是让人家去想 有想象的空间 有幻想的空间 有一种前瞻的空间 就好像英国的哈利波特 那也是个神话 大家有想象的空间 跟实际上 跟现实社会是有一些差距的 你这样想象的空间就扩大了 而且又有文化的背景 大家想到悟空 大家想到 大家耳熟人家 就会想到西游记 当然他跟西游记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又想到悟空 大家好像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吧 跟西游记既然又有差异 不一样 这个好奇心最高就会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会有一些良性的热潮就会出来 这种浪潮出来之后 大家就会 到底是什么回事 如果你不去了解 不去关心 不去参与的话 好像就落后了 好像就没有跟上这个潮 跟上这个潮走了 大家就会有这个兴趣 但是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这个热度还要在 继续要开发新产品 我认为是不是 他们其他的 比如说水浒转 新生态那个水浒转 是不是有将来 这个总是 这个黑神话 总是它会扩张到 任何产品都会扩张到一定的限度 它是有三部曲 就会有这样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来一个 我们所刷到的水浒转 或者是皇帝大战持有 这样有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这是4000多年前 快5000年前的事情 太多素材 大家容易去想 那容易就开发了 这一个接一个就开发 我们到魔术方块 大家以前的时候 几十年间 大家很喜欢迷那魔术方块 磨一磨之后 没有开发新产品 就没了 打电动玩具 二楼四方块 大家一直在那边打 一直消退一直消退 打打之后 它也是那个模式没有再创新 俄罗斯方块 那个也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 就变成这样子 被其他后来做取代 所以我认为 这一个游戏开发成功 它的神话的背景 跟文化的这种 这种背景在里面 然后两个交双运作 然后产生了这方面的吸引力 让年轻人 甚至让外国人 对了很好奇 就过来看一看 那